欢迎来到麦乐村于2023年11月在东方卫视首播 该剧以文化细节雕琢现实剧作 以诙谐笔法切入真实生活 譜写了中国圆外医疗队在非洲 就此不伤与当地人民建立深厚友谊的大爱之歌 那我们先请各位在签名板上留下姓名 这部剧的部分场景呢 是由剧组远赴坦桑米亚进行实力拍摄的 这也是中国电视剧史上难得一见的 大规模户外合作拍摄项目 真实呈现了非洲当地的风土人情 撩绘中非文化交流碰撞的美丽画卷 那大家千万名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留在前面留期合影 一起来打卡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 我们有合影 也可以单独留下一些照片 这朋友太热情了 对 好的 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身边 你好你好 欢迎老师 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老师 从非洲来的朋友们 各位能不能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等一下 我觉得既然这个剧组这么特殊 有赴飞拍摄的经历 那是不是等于特殊的方式来打招呼 可以吗 各位 好 那要不一起用非洲当地语言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好 三二一 这是什么语言 哇 一下子把我们问倒了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欢迎来到麦乐村 欢迎来到麦乐村 怎么天使的中文好像比我还要好啊 我压力现在有点大 对 我之前在自媒体上刷到天使的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 你还会闪西话是不是 展示一下好不好 展示一下 就是给大家 自我介绍一下 这次假设 你别看个掌地黑 这次跟咱闪西比赛黑 那个意思 那的神呀 太像了 于琪老师和冠联老师 你们是当时亲自飞往了非洲去拍摄 那么在非洲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我觉得我们整个拍摄都非常的顺利 然后大家也都非常的就是很开心 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在非洲 所以其实是个很难忘的 困难谈不上吧 我觉得能够走出这一步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拍摄 那一开始适应那边的气候条件和生活吗 还好 我们去的时候是当地的秋天 20度左右 就还挺舒服的 就是去的时候就跟与琪讲的一样 是一段很难忘的旅程 而且我听说塔桑尼亚 野生动物特别多 我们没有去到那边 没有 因为它很大 对 到那边就是 主要就是很想家 是吗 想回国 主要是想中国的美食吧 刘老师 一部分 一部分 在那儿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 丁老师 我没去 对 您没去 下次有机会再去 那我想问问当时是去那儿之后 落地适应了一段时间才拍吗 还是直接落地就开始拍摄了 其实我们从飞机上面 就已经开始准备拍摄了 因为我们一路在飞机上面 就开始大家就在聊天 然后聊剧本 下飞机之后 基本调整了一天吧 有吧 有 然后大概就开始了 对 然后也没有觉得很辛苦 因为那边的自然风光特别美 就大家就是边拍摄边欣赏美景 所以也就像个度假一样 其实很快进入状况了 那接下来我想问问丁老师 其实大家现在粉丝都称呼您是巨抛脸的老戏骨 没有 大家对您评价特别高 那您这次跟着年轻的演员一起 有没有跟他们分享一些自己拍摄的经验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能够就是说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觉得我跟这些年轻演员在一起合作 也是他们帮助我成就了我吧 我也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重要的是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充满活力的激情 谢谢他们 丁老师真的好真诚 问完了咱们的前辈 还有洛洛这一次跟着这些前辈 有没有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 学习到非常多的表演上的知识 对 期待你能够带给我们展示一些新作 好谢谢 最近备受关注 好的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品质打卡点 继续您今天品质 好的老师 谢谢各位 谢谢